The Job Creators Network主席尔弗雷多尔蒂斯表示,为了让拜登政府承担责任并为小企业说话,The Job Creators Network计划提起诉讼,以阻止这一命令的实施。 同时他认为,这项命令将为寻找和留住员工增加新障碍,在最糟糕的时候对小企业造成重大伤害。 此前,拜登一直是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对雇主实行疫苗命令,预计这将影响到8000万雇员。 拜登政府还宣布了对联邦雇员和医护人员类似的疫苗要求。 而拜登的疫苗令出台后,共和党人和一些商业团体也对此进行抨击,认为他们是联邦的越权行为。 一个有24个共和党州检查站的团体致函拜登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, 他们认为拜登的目标是播种分裂和不信任,而不是促进团结和公众健康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